大家好,歡迎回到廣東話軍事頻道NHK 我們節目主持是Larry 最近本台也有報導美國海軍 包括之前Motley海軍部長 提出的航母方案 南斯大或2030的Future Career Plan 或前國防部長艾斯柏 之前提及到2030或2045的造艦計劃 之前也出了國會 接下來的計劃如何行動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軍人或海軍軍官 對這種以數量行先 將現在所有船艦 無論是航空母艦或大型船艦 要讓路做一些比較小的軍艦 或多一些無人軍艦等等這些行動 其實我相信也有點不滿 我拜讀了幾篇文章 包括USNI或海軍學院 一些退役或現役的海軍軍官的文章 今天也有感而發說一下他們的勞騷 為何大型軍艦或主要我們今天集中的航空母艦 為何他們依然在這個世界上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甚至乎是不可或缺的 首先說到美國的核動力航空母艦 非常特別 全世界只有美國和法國一架大高諾 大高諾我們可以暫時不理 基本上如果要數全球十大航母 不用數十個都是美國航母 我們的核動力航母 我們說到尼瑪茲級 以及接下來取代尼瑪茲級的福特級 福特級事實現在也有頭四架被採購 所以有一個結論是 會不會是第五架、第六架、第七架都不會是福特級 取而代之可能是新的、比較輕型的航空母 說到去 今天我們會有幾個角度去分析 包括它的生存能力 包括它們的持續能力 即是致詞的能力 以及最後戰鬥的能量 好幾件事 例如福特級 它不停超支 大家有聽到數字福特豪 三文兄不停數字 福特豪如何超支 當然我本人都覺得 所有超支計劃 基本上是令人心悟痛絕 因為所有的預算 等於黑洞被採購 我們在廣東話術語 不停採購 不停採購 就採購到你沒有錢 事實是會搞到隔離所有的項目 事實真的不好 如果打在辦公室的朋友 應該都很明白 如果一個老闆不停在你隔離 拿到你沒有錢 真是很討厭 但說到尾 始終它拿錢有一個原因 因為福特級真的有很多新技術 以及始終可以保持 中國、俄羅斯等等的敵對陣營 一個很明顯的技術優勢 所以福特級的造價到130億 在未來的股票 你看到Canody或企業庫 在未來的造價會下跌少少 甚至如果未來真的會剩下10隻 應該會延發費拉長 在未來的造價可能是100至110億開外 視乎採購數量而定 但anyway 亦都已經吸引了很大批持反對的意見 例如現在做航空母艦的budget太高 Ratio太大 令其他船艦不夠淺 例如阿里巴克級 Flight 3 其實升級都會有問題 因為不夠淺 例如哥倫比亞級新一代的核潛艇 這是取代俄亥俄級的彈道導彈核潛艇 滅國神器 甚至做一些訓練不夠淺 接下來要做下一代的freak eggs FFGX又不夠淺 甚至做一些小型艦艦艇 沒有人的艦艇又不夠淺 所有事都是錢 所以錢作怪之下 每個部份都會爭取他們最大的權益 轉講回 主要航空母艦在歷史上亦有攻击大型航空的情况 首先,很早已立国之初 Jefferson 我都不记得中文演义 这是美国第二任总统 就是George Washington之后的 他当时亦有跟英国继续打海战 当时他试过用轻型船艦 买多些轻型船艦 对抗大英帝国船艦 当然,轻型船艦就不太行 跟英国继续打 小型炮艦不足够打 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被人救病的位置 另外,到了Jimmy Carter的时间 发展中型或轻型航母 没有发展到尼米茨级大型军艦 当时应该是罗斯福河 CVN71 前面有三架 68、69、70 但71停一停 做了其他军艦 当然,Kitty Hawk 有两架 其实都会影响了美国在海上的支持能力 和持援能力 所以后来也会继续建立 由罗斯福河、斯坦尼斯 另外,再早两年 军武器言要和大家提出了 就是说到杜鲁门浩 有人说,中期大收市 不如不毁鬼起它 不要了,这件事就剃掉它 省下钱做其他事 这些计划 真是无日无之 大家发觉 但很奇怪 另一边商 一些发展航母国家 包括英国、印度 甚至中国 似乎都有意将它们的航空母艦 由中型的航母 提升到比较大型的航母 大家看到伊利366号 其实它们在排水量 7万吨或以上 基本上都向着大型航母进发 印度固然的国产航母 他们想做得大些 甚至乎大家看到 中国接近003 似乎可以去到8万吨或以上 甚至乎可能会发展2-3只 弹射型航母 在2030-2030年代 已经装备了中国解放军 大家看到这些位置 有什么想法呢? 是不是全世界都有共识 应该发展航母由轻型开始 接着到中型 最后重型航母才是它们终极目标呢? 我们的看法 其中一个就是 美国就算你如何变得好 中国如何处理它们的航母 或者它们的海军 其实都不关你事 最重要就是自己 海军的发展 適合自己的技术和形态 最重要就是作战传统的优势 其中一个就是打在这些重型航母的缺点 最主要就是有一个叫做反舰的飞弹 反舰飞弹有两种 一种就是东风-21这种 东风-21D是弹导导弹 攻击航母 当然这种武器 攻击航母 听上去是有些滑溪 其实也非常难想像 如何攻击 第一就是 航母是移动的目标 不是固定目标 弹导弹 通常是打一些比较静止目标 攻击目标必须更新的位置 这个情况就需要它们有不停的 卫生监察 或者实时的空中监察 在这个位置上 它就可能要做得比较近中国的沿海 因为大家知道 中国如果有任何的飞行器 基本上都出不到第一岛链 如果在第二岛链之外 基本上你都很难攻击到 所以就是说 中国在这个位置上面 是有一定的劣势的 所以你看到美国这边 它可以用到它们的护卫群 包括提侯多罗加级 或者我们讲到这个巴克级 它们的神盾级 我们讲驱逐艦和巡洋艦 其实也有足够的能力 可以抵御到 那似乎 讲到这个东风 有一些我个人认为 那个威胁都可能是流于Paper 那这个就是国内朋友 很喜欢讲的紫尚潭兵 另外一个情况 就会比较现实的 就是一些高超音速的氾濫飞弹 之前就有一些我们常说的 英击的系列 例如英击12、英击18等等 它们讲到 是一个超音速 我们的CSG 就是我们讲到 航空母艦打击群 战斗群 其实它们的防空能量 非常强 它们的EED 英雁 其实在空中巡逻时 大概可以成立一个 600公里左右的偵察圈 基本上 你未进入过偵察圈的时候 基本上它们已经能够 察觉到你的意图 如果你真的想进行攻击的话 蓝雀机或其他仿飞弹 都会作出一定反应 所以这部分来说 有一定威胁 但未必是这么严重 相信最严重的就是 现在中国和俄罗斯 发展的高超音速武器 现在俄罗斯那边 发展了一个比较成熟的 就是它们可以空载型的 高超音速武器 另外中国也在发展中 而我们也有军武器 又跟大家报道过 中国似乎现在想用轰绿 就带着一支 海野高超音速发射的一种武器 应该是对舰的武器 所以这个就会被人担心 似乎这个可能是最大的威胁 当然这个就需要去到 美国和日本 它们的盟军不停发展 它们的防空飞弹 我们讲到 就是标2标3 它现在有个Block 2A 甚至乎是Block 2B 希望它们发展的时候 可以有更高的准确度 去拦截这一组高超音速 以及高轨度的飞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讲到航母 其实它的防御能力 是否真的那么差呢? 它战管选的防空能力 是否真的那么低呢? 其实也未必像大家那样想象的 刚才说到 有鹰眼、有一个联网、卫星 或者其他的艦载机 我们讲到神盾船 组成防御的圆顶 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 能够攻击到它 另外说到 南北和美国海军那边 其实也接受了 他们的邀请做了一些studies 包括有四种 吨位的航空母船 他们的设计 就是去研究的航行程 包括有2万吨、4万吨、7万吨 和10万吨 作为4个吨位的排水量 在研究的时候 难得得出的结论 只有7万吨和10万吨 比较合乎美军那种效率的要求 但是海军那边都搏弃 如果你制7万吨 其实这个替代品 不是特别比10万吨 而不是特别能够对任务完成度 是有一个提升的 就是提升到的效率 也不够盖上成本 所以这么说 难得公司当然非常出名 大家知道 就变得很废 就是说 其实海军当时 我个人认为 提出2万吨、4万吨、7万吨、10万吨 根本是坎借的 如果对方最后不选4万吨 就必死的 如果对方选10万吨 就正中下坏 所以如果它不价4万吨 跟7万吨 就已经是必死 大家估计到 其实2万吨大概 就像泰国那架那架 那架那架 那架当然不够 4万吨有点像 现在的轻易航母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魅力坚级 7万吨就像 7万吨那架 10万吨固然是 美国传统的 轻易航母 可以这么说 轻易航母 有些事实 没有什么人会争辩 例如 第一 它的战略威胁非常大 10万吨走过来 大家马上会害怕 我们经常说 一架10万吨航母船走过来 其实就是一种警告 两种走过来 已是威胁3种在别国 所以你看看 每一个走过来的 尼米兹级的超级航母 其实对别国的威胁 其实是非常大影响 当然还有很多 例如人道主义的拯救 援助等等 这些位置也是 或者对一些打击的行为 例如阿富汗 伊拉克战争 或者敘利亚内 那种打击 那种的政策 那种的空中支援 其实也是非常强的 空军和海军一起合作 海军提供一个很大的 厚近的支援 所以你看到 CVN暂时看到 大型的情况 似乎比中型和轻型的效率更高 当然如果大型的航母船 里面来说 数量和类型 不同的飞机品种也会比较多 那么进行的任务 比较多 举例如 例如现在 慢慢发展到隐形的加油机 这种无人的隐形加油机 就是MQ-25 接下来可以实现空中加油 可以加上超级大黄风 还有F-35C 甚至乎是他们计后 即是我们所说的第六代的艦载机 其实摧毁对方目标的飞机 都比较容易 因为数量上和分钟上比较多 另外也有EA-18G 可以抵御对方的电子攻击 甚至乎作为航母船最入面一圈的防围 EA-18G 可以用来做预警 所以你看到 其他东西来说 都可以保证航母船 在不同的目标和任务上 都能够完美去处理 如果摧毁航母 主要可以容纳超过72架飞机 亦都这么说 整个大型航母来说 本身的驾驶仓够大 对航程来说有重要性 另外有很多弹射器 弹射器可以装载不同的大型飞机上去 无论货机 或者我们讲到鸣眼等等 无人机等等 都可以用到弹射器去处理 一天大概出动120至160架次 福特级可以提升到200架次 所以你看到 如果不是大型航母 例如小型航母 例如美利坚级 你就上不到鸣眼 你上不到鸣眼 鸣眼也挺麻烦的 你要早期预警 麻烦你V22 就换一换套件 就放上去 可以早期预警 但当然相对来说 就会比较复杂 亦都破坏了V22 我个人认为 它本身的简单性 另外大型航母 当然可以避免海上部级的问题 海上部级始终 也是一个弱点 被对方攻击 还有核动力始终 我们讲到 超级航母 有两个 最新有A1B 两个大的引擎 两个大的核反应堆 其实它提供的能量 可以这么说 这些柴电是没有办法 可以去比较的 例如伊利沙巴雷王号 用柴油发动机 大概都是续航到1万英里左右 可能对英国来够 但对美国全球投石来说 就不足够 另外当然伊利沙巴雷王号 也不能够部署那么多艦载机 大概只能够部署24 甚至36架 理论上可以放到48架 有点似 我们讲超级航母 都是大概48架战斗机 但可能会比较擠涌 而且整个作业平台 因为不够大 所以回收和发射 我们讲的艦载机 也会出现程序上的问题 会影响到出动的价值 最关键的是 近距离武器系统的防卫 如果军航比较小 你不可以带那么多 例如超级航母 你会看到海马战导弹 或者山羊的飞弹 他们可以每边都攻击1架 变成非常稳固 不需要那么多护卫艦在旁边傍身 英国那边没有办法 要多些护卫艦傍身才稳固 但大家知道 英国海军的艦载艦 也足够见肘 所以也会尴尬 所以航母航的护身能力有不足 另外我说到大型航母 现在他们经常说分布式战略 分布式战略就是不要走太迫 如果不要走太迫 即是艦艇要分开少少 或者艦艇要继续少少 不容易被人攻击到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精神就可以了 即是军舰可以走太迫 不一定是军舰的排水率要低些才安全 我相信是不一定的 而且始终大一点的军舰 通讯设备会做得比较好些 所以情报交流、无线电设备 全部都会比较好 从前线战斗人员来说 他们的指挥、通程管理会做得比较好 所以个人认为 都是大军舰 这件事会做得比较好些 所以说到 其实如果做到大的航母舰 钱一定没有限 不过对敌人的威胁能力 这件事也不能用此地衡量 美国之所以成为 当今世上 独一无二的海上强权 我觉得一定是他的道理 那么多年来 无论是由立局初期 到70年代来到现在 其实反对施谷航母的主张 都大有人才 但每一次都不成功 我们军舰卫会 继续为大家观察 究竟超大型航母 究竟他们的project 会不会有一些阻涨 给大家 有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 和大家继续讨论 我们现在要看福特级 究竟有没有机会 第五只的采购 第六只的采购 就会继续看看 大舰巨炮的主意 是不是继续存在 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对大型航母的生存 和未来的存续 是一个分析 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 和按键 另外记得看广告 也可以订阅我们的 patreon会员频道 现在的数量都一样 希望大家可以多些支持 多些share出去 评金就随便 我们约三个情况 可以用我们的恒新银行 用payme和转速快 都可以 记得CLS 大家多些comment 近期的comment 都是少 大家尽量 我们每条片都充上100 还有我知最近 大家可能观察着 特朗普美国总统选举那边 我都明白 所以大家快点归队 我看到那些view数 都是一般的 大家尽力 还有给多些朋友去看 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好 那我们在其他节目 再和大家再见 我李主持Larry 拜拜